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早五点半到三重果菜运销市场败票,侯友宜说自己从小在菜市场长大,对菜市场很熟悉,看主就像自己家人一样,虽然他在的菜市场和果菜市场规模不同,但氛围,感觉都一样,大家都认真打盼不怕苦。 侯友宜今在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里干龙,市议员蔡明棠,议员参选人王威元,黄桂兰的陪同下,到三重果菜批发市场向拍卖,批发的摊商握手致意,市场改建委员更在入口处列队欢迎,送上香蕉,笛子,水梨和蒜,高喊招你来动蒜,热情接待。 侯友宜说,很多他的相亲好朋友都在这里做生意,把蔬菜运到这里,靠运销市场卖个好价钱,他坚持也是常常来,今天则是一早来拜票,希望好朋友们给他支持。 侯友宜说,自己就在这种菜市场长大,看主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,很熟悉,虽然市场规模不同,但氛围,感觉都一样,大家都很朴实,认真打盘不怕辛苦,这就是菜市场好朋友的精神。 您正好 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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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